文物保护修复是人类共同责任 面对共同的考卷 中西方有何不同解题思路 又如何学习互建 中国文物保护修复 如何为文明交流贡献中国智慧 作为中一两国文化交流成果的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是中国首个文物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多年来为国际文物保护 贡献了不少中国方案 近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强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做出解析 作为四处之路的起点和终点 长安和罗马的交流 曾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也是中一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 1989年 在意大利的帮助下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建立 当时意大利有个罗马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西安就对应叫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2010年更名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意大利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合作项目 在全国意大利的全国筛选了57名专家和学者 先后到西安来华进行授课 所以这一次的合作应该说 对中国未来的国物保护的中外合作 具有深远的意义 影响也非常的巨大 所以文保院实际上 它的成立是中外合作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成果 也是一个产物 那么1989年成立以来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呢 经过30年的这个发展 实际上它跟中外合作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一直持续不断地跟中外的文物保护机构 一直在合作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方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据介绍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其不早 如1931年雅典宪章 1964年威尼斯宪章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等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原则和理念系统 然而中西方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有差异 西方文物文化遗产以砖石制为主 而东方文化遗产以土木建筑为主 这决定了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差异 为此双方在合作中互相取经 也是两种理念的探讨 那么西方的保护理念它讲究的 它主要有几个方面 它的欧洲的文物保护原则理念 它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保证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真实性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最小干预原则 第三个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的 可识别原则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性原则 那么中国的文物保护原则呢 按照文物法上的提出的就是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那么在中国中西方两个方面的文化遗产的合作方面来讲 那么它在合作过程当中 那么肯定是两种原则方法理念的一种碰撞 结合和融合 据了解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同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合作 积累了不少经验 从90年代开始 陕西文物保护中外合作也是经历了早期的引进借鉴 学习探索、消化吸收 中期的结合国情、融合发展、实践提升 到目前东西方的交流互建、优势互补 共赢发展三个阶段 赵强表示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目前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技术方法 已与文物保护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在对中国传统特色文物 如泥塑、骨剑彩绘、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同时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 中国也逐步展现责任担当 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柬埔寨、五哥窟保护项目 以及尼泊尔文化遗产项目等 为文明互建贡献中国方案 我们认为当然在技术方面 我们东西双方应该是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我们也会学习西方的一些优势和先进的一些技术 这是一个 当然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培养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专家人才 这个尤其是在当今的形势之下 更是迫切和急需的 那么这样的国际的视野的人才呢 需要在国际的行业和领域进行发声 宣传中国的文化 宣传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 以及我们的民族的精神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靠谱历史和学术的研究 向世界传播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传承的基因 赵强说 开展交流互建 互利共赢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 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中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应该在其中体现大国担当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由此推动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全球的传播 增进文化认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